好嘞,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是3月6号 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课的主题是 区分经营型目标和管理型目标 这是我们整个训练营的第一个模块的第二课 今天是第四天 大家现在再看一下这个标题 区分经营型目标和管理型目标 也就是说我们日常工作中啊 一直会有两种类型的目标 主要就这两种类型 没有第三种类型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咱们现在正式开始听课了 这节课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或者这节课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就这一句话 就是我们每天啊 工作中目标有很多 到底哪个是最重要的 咱们今天这节课就讲这一件事 你能把这一件事听懂啊 你这一节课就绝对不白听了 它会影响你一生 大家现在可以在你的纸上写下四个字 大大的写下四个字 叫阶段目标 你可以写下来 叫阶段目标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四个字 做事啊 永远是需要调整 永远是需要沿着环境的变化 沿着你自己内心的变化 能力的变化 资源的变化去调整 每个阶段都有目标 但是呢 一个好的管理者 他能知道每个阶段都有最重要的目标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 目标有很多 你要每天思考 到底哪个是最重要的 我们就怕一种管理者 他会说呀 何老师我知道了 但是那个也很重要啊 怎么办 没人替你做这个决策 没人替你定这件事 所以我们讲管理的时候 大家现在还知道管理的定义是什么吗 我们昨天前天的课都有讲到 管理是什么呢 本质上管理是什么 大家还有印象吗 我们来听一下啊 本质上管理是什么 有人说评价 我说的是管理不是目标啊 通过他人完成工作 哎 你看这个金棚啊 老郑啊 你听课确实有一套啊 就是说你聪明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夸你啊 真的是聪明 就是这样的 管理首先是决定做什么事情 然后是决定谁来做 首先决定做什么事情 这个决定做什么事情 每一个阶段都要决定做什么事情 然后就是阶段目标 所以呀 一说到目标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意识 必须找到那个最重要的目标 能理解吗 首先要这个意识 你哪怕说我也不知道哪个目标重要 但是我知道一定有一个最重要 你哪怕有这个意识也行 千万不能是平衡的状态 什么都想要 这是绝对不行的 因为精力有限 你的资源也有限 记住啊 管理首先是决定做什么 然后才是由谁来做 这个过程中会涉及到对资源的利用 这个资源包括人啊 时间啊等等 这个意思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我们这节课的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经营型目标是最高级别的目标 还是那句话 经营型目标是当下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目标 第二个 经营型目标来自于上级 这个也很重要 你自己是没办法给你自己定经营型目标的 就是你完全自己定 根本不管上级 你是做不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评价来自于上级 除非你能给自己做评价 什么叫给自己做评价呢 我今天见了三个客户 哎 我发现我做的特别好 我见了三个客户特别好 我年底给自己发一百万奖金 我认为我见了三个客户 我今天就已经优秀了 我年底就能给自己发一百万奖金 但是在现实工作中 这是扯 这是不可能的 你自己的工作做的怎么样 是由你的上级来评价的 所以真正的最重要的目标来自于上级 我们还讲过目标本质上是一种评价 我讲的这几句话 同学们能穿起来了吗 能真正理解了吗 一个人是没法给自己做评价的 除非什么人呢 一般的是最高的老板 他有这个能力 所以他会很坚定 比如说我要创业 我要在某一个方向上付出什么 获得什么 我很坚定 我认为我很幸福 这就叫自我评价 我曾经不是在群里分享过一篇文章吗 叫最难的是自我评价 一个人只要有自我评价的能力 那就真正是能把自己管得很好了 因为他不慌了 这个意思 好 我们第三个重点 经营型目标和管理型目标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管理型目标要服务于经营型目标 这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 好 我们现在来进入今天的课程 现在呢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咱们一起来思考一下 一个人能否成为管理者需要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有讲义的同学也不要紧 没讲义的同学也不要紧 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 你先别着急 翻 一个人能否成为合格的管理者需要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同学们有没有你自己的一个大概的理解啊 你可以过一遍哈 你过个五秒钟十秒钟 然后我们来看答案啊 或者说呢 你把书合上 你把你的讲义合上 你能把这个答案说出来 这个也可以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答案哈 同学们 一个新任管理者 一个新任管理者 他要经历五种方面的训练 五种方面的训练 第一个训练总能抓住阶段重点 大家说一下 总能抓住阶段重点 这算不算是目标感 第一点算不算目标感 总能抓住阶段重点 就是他每一天都知道 我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哎 我下周也能知道 我整个一周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今年最重要的是什么 对不对 这就叫目标感 我还要多讲一点哈 目标感是很难培养的 大家知道吗 目标感是很难培养的 很多人为什么一辈子只能在基层做员工呢 因为呀 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别人给他什么 他要什么 别人安排他什么 他做什么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呢 他特别需要别人给他引导 所以他是员工 他不是领导 领导就是能领又能导 这才叫领导 领导能领又能导 靠什么呢 靠目标靠重点 这个意思 你要当领导 你就必须能抓住重点 你不一定会做 但是你能知道啥是重要的 好理解吧 第二个 善于利用碎片化时间 就是我们做管理的时候啊 很多时候 你是没有自己的时间的 因为管理者是通过他人完成工作 所以管理者要一定要学会用别人 用别人 你就得服务别人 你不能光使唤别人 你得服务别人 帮助别人完成工作 你自己就完成了 这个意思 所以要善于利用碎片化时间 管理者没有自己的时间 第三点呢 管理者要善于发现人的长处 第四点 总能把任务说清楚 第五点 关注实际成果 你看哈 第四点是不是就是不止工作任务啊 第五点是不是关注实际成果 实际成果其实是什么呢 实际成果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就是最终能被真实分享的这个成果 我们认为它是实际成果 我来举个小例子哈 我们自己公司的公众号 那呢 一开始我们有很多这个用户 然后他特别喜欢我们 但是我们在创业的前四年 一条广告都不发 除了我们自己的课程 没有任何外部的广告 那会儿公众号有一百万用户 我们也不接任何广告 然后从第五年开始我们接广告了 但是接广告之后呢 我们的编辑有点头疼 编辑说 老板 咱们公众号接广告之后 同学们都在骂我们 说我们这个公众号净发一些软文 净发一些广告 我觉得这个不太好 咱们是不是得减少一点广告 大家知道吗 这个时候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说呀 我当然理解你的心情 因为这个公众号是我一手创办的 我当然更加的爱惜这个公众号 但实事求是的讲 年底要发年终奖的呀 咱们只有阅读量 只有留言 只有表扬 没有收录 到年底 我给你发20条用户的表扬 你看行不行啊 是不是不太好啊 我是不是到年底还得给你发奖金呀 还得给你涨薪对不对 我给你发点阅读量 你能干吗 你不能干了 所以我们得忍着呀 咱们不能干啥事 都啥都要 对不对 又需要表扬 又需要所有人喜欢 又得有收入 天底下就没这样的事啊 你只要做事 只要赚钱 就一定会让别人不满意 怎么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呢 所以关注最终的实际成果 我们得有能分享的东西 明白了吧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不能到年底了 给你发点阅读量 10万块钱 变成10万 100万阅读量 好 过去三个月的阅读量都给你了 对吧 这不可能的嘛 这是不行的 或者我给你发一个头条 表扬一下你 这也不行了 你也不干了 还是要钱嘛 所以要关注实际成果 关注实际成果 还包括一些具体的工作情况 就像我们昨天在点评作业的时候 有人说 这个月招到10个员工 大家就会问 入职啊 还是给offer 给offer是以对方确认为主 还是你发了邮件为主 万一你给人家offer 人家没确认 你这算成果吗 是不是也不算 大家能理解了吗 就这个意思 所以要关注实际成果 这是管理者最最重要的素质 一和五 特别特别重要 总能抓住阶段重点 关注实际成果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总能抓住阶段重点 在我看来是你成为管理者之后 要面临的最重要的一项考验 大家可以把这八个字 贴在你的电脑上 贴在你的房间里 写在你的手上都行 放哪都行 总能抓住阶段重点 因为你要用资源 如果你没有重点 你的资源就会平均分配 你就会出问题 什么是实际成果呢 我们刚刚也讲了 咱们接着往下说 看一个案例 一位新任销售总监的日常工作 咱们现在看这个案例 我相信大家看了讲义之后 应该都会有一些感受 我们来拆分一下 一个新任的销售总监 刚带团队的时候 他可能是这样的 他要带领团队完成三个月 一千万的销售额 这是一个业绩目标 每天呢 要管理销售团队的线索量 管理拜访量 管理客户的投诉 管理转化率 管理应收款等等 他还要负责招聘 他还要跟员工谈话 他还要考核 还要培训 他好像有忙不完的工作 他好像有忙不完的工作呀 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刚做销售总监的时候 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为什么要做销售总监呢 自己打仗多好啊 对不对 原来多舒服啊 为什么要带团队呢 然后经常会私底下怀疑 这好像带了团队之后 还不如我一个人干着业绩好 这种情况是特别特别多的 因为他一干销售总监之后 大家知道吗 人的常态是什么 我跟你说一下 大家可以写下来三个字 人最常有的一种心理状态 叫怕犯错 人最常有的一种心理状态 叫怕犯错 就是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做对 别做错 一定要不能出错 都得对 不能出错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啥都放不下 这个也不能错 那个也要好 所以说啥都要干 什么都放不下 怕这个怕那个 最后就会出现 啥都是重点 能理解了吧 怕犯错 这是人最致命的心理状态 所以当这个销售总监 每天看自己的工作的时候 他就会一头雾水 线索量要管 拜访量要管 覆盖率要管 招聘培训要管 一千万销售额要管 就这个情况 我们来举个例子 当你做到了一千万的销售额 结果你的线索量很低 或者你的线索量很多 这个重要吗 这个不重要 只能说你接下来优化就可以了 或者当你做到了一千万销售额 你的这个招聘培训 没有做得更好 重要吗 也不重要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只要先完成一千万销售额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就是你的阶段重点 我前两天在我们的这个同学群里边 是不是也发了一条 发了一条公众号 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做领导呢 就是什么都想做好 怕犯错的人 大家可以回头去翻那篇公众号 查历史消息 看一下 我专门在公众号上讲了一条 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做领导 所以啊 讲到这儿呢 我们要跟大家讲两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管理是手段 不是目的 不要以为招聘培训是你的目的 招聘培训是你为了完成一千万 搭上来的资源 你要争取资源 如果眼前的人就能干到 你就不需要招聘培训了 所以管理是手段 不是目的 管理是成本 不是成果 我们学管理 最终的目的是不管 最终的目的是少管 管理永远是成本 只要管就是成本 能理解了吧 只要管就是成本 最好的团队是 管着管着就不用管了 这是我们追求的 因为能少管则少管 只要完成经营目标 我曾经给同学们举过一个例子 大家现在都知道 疫情啊 我们不能出去就餐 那有一家公司很重要 这家公司叫美团外卖 美团外卖 大家现在可以配合我 在你的纸上 或者在评论区里面写下几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 穿衣整洁 你可以写下 一顿号穿衣整洁 分号 二 说话礼貌 三 三十分钟送到 四 绝对不能超时 你看啊 这四个要素 假设你带领美团外卖团队 你就明白了 我们真正的目标 是努力做到三十分钟送到 其他的都是手段 都不是目的 都是成本 美团外卖早期 如果什么都想做好 就完了 美团外卖早期 送餐员 请问大家想想 回忆一下 2014年的时候 送餐员有统一的服装吗 送餐员有统一的服装吗 送餐员有统一的餐车吗 送餐员有路线规划和导航吗 送餐员整个的精神状态面貌有现在好吗 都没有吧 当时最重要的是啥呢 就是早点送到 所以大家知道 为什么我们经常创业不成功吗 因为我们一做事 就学习那些成功者的所有 我们不能学习的是成功者 最早是怎么做的 我们经常一上来 就把成功者现在的状态 照葫芦画瓢 有一画一 有二画二 有十画十 都画下来了 其实很多时候 那根本不是成功的关键 能懂了吧 所以管理是成本 不是成果 很多大公司 现在所谓的管理规范 是不得已 因为公司越大 包袱越重 员工的要求越多 他不得已 就这个意思 好 我们现在啊 跟大家再往下讲一下 现在同学们能理解这段话了吗 管理是手段 不是目的 管理是成本 如果能理解 给我鼓个涨哈 我们能看到大家的状态 同学们千万别忘了 这个很重要 一定要记在心里 管理是成本 不要什么都管 最重要的是 你的经营型目标 实际成果是什么 OK 我们现在来看 正式进入这堂课的 第一个知识点 经营型目标 是最高级别的目标 最高级别的目标 一定要找到一个最 没有并列 有的人可能会说 我有一个并列呀 比如说我要一千万收入 而且要两百万利润 大家现在可以写下来 一千万收入 两百万利润 写下来 一千万收入 两百万利润 这是两个目标吧 我到底怎么定呢 一千万收入 两百万利润 两个目标 对不对 这是两个目标 怎么来区分呢 哪个是最重要的 一千万收入 两百万利润 都要求到 可能就会有问题 可能就会有问题 但是如果要一个 怎么要呢 我可以举个例子 当你的公司 现在正在早期创业阶段 如果你们对融资的要求 比较高 那也许收入的增长 是最重要的 利润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早期的创业公司 基本上都不看利润 看的是你的收入增长 这个时候你作为老板 你就要明白 一千万收入是最重要的 哪怕只有二十万利润 也行 但是必须要有一千万收入 这个意思 但如果你是一个 在疫情期间的公司 一千万收入 两千万成本 你不就坏了吗 你就要想办法 做到有两百万利润 哪怕只有三百万收入 也没关系 必须要有两百万利润 这就叫 不同的背景下 要有最高级别的目标 要有阶段目标 同学们能理解了吧 所以呀 我们做事真的没那么容易 要始终去分析 你当下什么是最重要的 来我们看一段话 和大家讲一讲 接下来这段话呢 我们要重点理解一下 什么是经营 什么是管理 什么是经营 什么是管理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 这段话来自于孙陶然 就是拉卡拉的董事长 他在有效管理五大兵法 这本书里面讲到的 当然呢 这本书我也不太推荐你买 你有精力你就买 有的时候看多了也没啥用 而且书里面很多东西 你还需要理解 公司的经营和管理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 不可混为一谈 我来解读一下 经营和管理是两回事 经营是指公司的商业部分 设定什么样的商业目标 提供什么样的产品 如何获取收入和利润 经营是公司的商业部分 设定什么样的商业目标 提供什么产品 如何营销 或者收入和利润 管理是指公司的组织部分 包括组织结构 人力资源 制度流程 组织结构就是有多少个部门 多少个岗位 人力资源要招聘什么样的员工 多少个级别 制度流程等等 这是公司得以完成 商业部分的手段 所以大家能明白了吗 管理是手段 经营是目的 我们这堂课呀 很多同学问我说 何老师啊 我这个目标怎么定啊 那是经营的部分 咱们在管理课上是真不讲法 因为那个事是另外一套讲法 我们要分析市场规模 分析你的行业机会 分析你手里的资源 才能给你定经营目标 大家能懂了吧 我们现在的课程重点是告诉你 目标分成经营型目标和管理型目标 经营型目标是指设定什么样的商业目标 提供什么质量的产品 如何营销获取收入和利润 管理是实现这个经营目标的手段 好吧 往下讲 所以经营跟管理是不同的 咱们现在的课程讲的是管理 千万不要在讲管理的时候 老想着经营的事 来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经营型目标和管理型目标 经营型目标啊 在管理学上的定义是这样的 主要是收入利润成本和质量 收入利润就是你想获得什么样的商业目标 成本利润成本质量是你要提供什么样的产品 提供什么样的产品 比如说我提供纯天然无公害的大白菜 这就叫成本质量 然后我要日晒多少天或者有多少日光 然后我必须生产在什么什么高原上 这叫成本质量 你有参数 收入利润 我一年要获得多少收入 一个月要获得多少收入 我的背后的利润至少要完成多少 这叫收入和利润 管理型目标呢 是这样的 我的员工每一步的工作要做什么 他的工作流程是什么 他的方法和效率是什么样的 这是我要求的 这叫管理型目标 所以经营型目标能够倒推出来管理型目标 我们做管理是为了最终达成经营型目标 很多时候我们做工作 经常是在管理型目标那就结束了 这句话我再讲一下 很多时候我们经常出现的问题是 只做到管理型目标就结束了 比如说今天拜访了三个客户 结束了 没有后面的事了 就这个意思 那你就没有达到经营的目的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案例 讲的就是这个 今天拜访四家新客户 本周完成120万销售额 大家看这是特别简单的一个案例 我们这样的工作中是特别特别多的 或者说今天面试了三个人 今天看了五个简历 今天和对方开了两个小时的会 这周我们做了一次客户见面会 这些都是管理型目标 都没有最终成果 能理解吗 一定要有最终成果去衡量 所以今天拜访四家新客户 只能算管理型目标 或者说给员工发通知了 这也叫管理型目标 为什么呢 员工收到才是目的 才是最终成果 员工都收到才是最终成果 所以你发了根本不算 然后说怎么解决呢 怎么解决呢 咱们现在又想多了 咱们现在告诉你 你先分的清楚 不同类型的目标是什么样的 你先别想怎么解决的事 好吧 咱们会随着课程深入 一点一点去讲 第二个模块 咱们不就讲了 怎么做工作计划了吗 第三个模块 咱们就讲怎么执行啊 第四个模块 咱们就讲怎么拿成果 实际上不就是怎么完成 经营型目标吗 对不对 这个意思 循序渐进 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 来我们再看一个案例 这是我手机节的一个图 我在课堂上讲的 我说大家如果实在理解不了 我举一个特别简单的案例 经营型目标 明天下午14点到达上海分公司 管理型目标是什么呢 管理型目标就是 你想坐高铁去 想坐飞机去 还是想开车去 我不管 那叫手段 重要的是 明天下午14点 你要给我到 怎么去 我不管 就这个意思 大家能理解了吗 这就是经营型目标和管理型目标 一个是目的 一个是手段 然后目的几乎都要通过上级来确认 就是说 这个是我们最终想要的吗 就这个意思 我再来问大家一下 今年我们的经营型目标是提升品牌影响力 大家想一想 这个算不算一个经营型目标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提升品牌影响力 这个算不算我们的目标 算不算一个经营型目标 OK 大家来给我举个例子 什么样的算经营型目标 就按照刚刚这个方向 提升品牌影响力 什么样的算经营型目标 还有同学说算 你告诉我 你做什么了 算提升品牌影响力 能衡量吗 如果不能衡量 这个目标就不符合我们讲过的smart原则 对吧 它不可衡量 到年底了 你怎么知道你的品牌影响力是OK的呢 所以它不可衡量 它不能评价 来 今年我们要提升品牌影响力 这根本不算一个目标 这只能算方向 获得500个粉丝关注 可以 销售额市场占有率 曝光量都可以 好 今年入选财富500强榜单 算不算 今年入选财富500强榜单 这算不算 提升品牌影响力 今年全公司的总体的流量达到5个亿 流量达到5个亿 就是点击量达到5个亿 可不可以 这都可以吧 对 今年 今年 被新华社采访三次 算不算 今年被新华社采访三次 算不算 再说一个哈 今年被新华社采访三次 有人说算 有人说不算 有人说不好说 还行 不算 这问题就出来了 有意思了哈 同学们听课很认真 就这个意思 今年被新华社采访三次 不算 今年被央视报导三次 算不算 被央视报导三次 算不算 算 这个可以算 这个可以算 因为央视本身是具有品牌影响力的 不管你什么时间的新闻 只要被央视报导就可以上其他新闻的 这个是可以算的 但是被新华社采访不能算 为什么呢 万一不刊发呢 万一采访完了没有写成新闻呢 是不是就无效了 你不可能跟别人想 跟别人讲 哎呀 我们被新华社采访了 但是没有发呀 就这个意思 有人说 315被央视曝光了 那也算提升品牌影响力 只不过是负面的嘛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哈 所以报导了 采访不算 报导了才算 大家能理解了吧 你现在就能发现 一个工作 其实是有一个流程的 从最开始的起点 到最终的目的 过程中会有很多手段和过程 那些过程型的指标 都不是经营性目标 它只不过是 你要实现经营性目标的一步 理解了吧 就这个意思 所以啊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哈 你要想知道 怎么定经营性目标 我给你两个方向 第一个 按照总目标倒推子目标 比如说 今年的目标是1000万 好 我2月份的目标 可以定成80万 这是一个倒推 倒推出来一个子目标 2月份定成80万了 我有两个部门 一个部门做60万 一个部门做20万 然后每个部门又有几个人 然后再按照时间的维度 再去拆分 你就能做管理了 能理解了吧 这个意思 可以按照总目标倒推子目标 啊 来我们看一个案例哈 经营性目标是100万回款 然后你可以看看管理性目标是什么呢 可以看成这样的 管理性目标是我要拿到200条客户线索 我要开办一场30人参加的客户推荐会 我要签订150万的合同 150万的合同完成100万的回款 这个能理解了吧 就这个意思 然后你可以加上一个时间概念 比如说2月份或者3月份 大家看看 这一页PPT能看懂吗 前面的是经营性目标 后面的是管理性目标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要把你的工作拆分的 管理性目标是指员工要做什么 经营性目标是指员工最终要实现什么成果 所以咱们在整个训练营啊 专门加了一条就是第四个模块 叫拿成果 为什么要拿成果呢 因为只有管理性目标那就不叫拿成果 能懂了吧 所以怎么拿成果呢 我们还会专门开一个模块 别着急啊 谢谢大家 第二个方法 我们还可以按照工作流程规划阶段目标 刚刚那个是一个并列式的 就是经营性目标 下面可以拆分成并列式的管理性目标 我们还可以拆分成地研式的 这种阶段性的管理性目标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阶段性的管理性目标 这样的 经营性目标是3月5号交付印刷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可能是一个经营性目标 3月5号交付印刷 管理性目标是什么呢 2月29日完成第一版印刷 3月2日完成第二版印刷 3月3日完成组委会评审 3月4日完成最终设计定稿 这叫管理性目标 这个意思 按照流程 按照进程去拆分 OK 我们刚刚讲了两个知识点 一个是可以按照总目标来倒推子目标 拆分出管理性目标 也可以按照进程过程去拆分出来你的管理性目标 就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知道吗 销售团队也好 人力资源团队也好 其实都是能拆分出管理性目标的 这个能理解了吧 比如说你的人力资源团队 你的行政团队 一年要做多少事 你一定要提前定下来 大家对组织结构设计有兴趣吗 组织结构设计 就是一个公司究竟该怎么设置部门呢 如果有兴趣 回头我可以专门讲一次这个 开一个这个更深度的课 因为这个更重要 我发现很多人不会招聘的关键是他不知道部门要做什么 就是他根本不知道每个公司要怎么设计部门 部门要做什么 来咱们接着往下走 再强调一遍 目的是唯一的手段是多样的 只要能够达到我们的经营目标 过程中可以多样化 所以大家知道吗 管理是什么呀 管理就是一定要跟员工讲清楚经营性目标是什么 然后激励大家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这个能理解吗 管理是告诉大家经营性目标是什么 然后激励你的员工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手段 那个就叫用人所长 啊 那个就叫用人所长 来 咱们接着往下看哈 经营性目标是不能动摇的 也就是说当你订了一千万收入或者当你订了两百万利润之后你一定不能动这个目标你要动的是过程中的进展过程中的管理性目标这个意思 咱们看一个案例哈 经营性目标多么多么重要 我们看看这些伟大的企业家们是怎么做事的 这个人来自于今日头条的老板 就是抖音的老板 今日头条的老板 在对标小红书的新项目泡夫的第一次双业会上 今日头条创始人张一鸣基本只重复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能够超过小红书 大家把两个字写下来 对标 大家看一下哈 对标 能理解了吗 对标 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小红书 既然是对标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超过它 如果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那根本就不用想了 大家知道吗 为什么张一鸣要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张一鸣作为公司的老板 他要对资源负责 不可能你想做到什么时候做到什么时候 张一鸣要思考的是 我什么时候要刹车 万一你一直超不过呢 我一直养着这个团队吗 或者说你压根都没有想过 什么时候能够超过它 你还对标个什么呢 你不就想到哪做到哪吗 来 现在大家可以写下来八个字 打哪 指哪 逗号 指哪 打哪 打哪 指哪 指哪 打哪 我在 我在我们屏幕上 也跟大家简单写一下 我们写下来这几个字 看看能不能理解 尽量去理解 好团队 指哪 打哪 就是我想往哪打 我就一定能打到 不好的团队 打到哪都瞎嚷嚷 能理解了吗 不好的团队是打哪 算哪 这个意思 我们可以再把它再说一下 干脆别打哪 指哪了 打哪 算哪 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好团队是指哪 打哪 不好的团队是打哪 算哪 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不好的团队是没有目标的 所以他招什么人是不知道的 他多长时间完成也不知道 所以他多长时间要把人招到也不知道 所以什么人要开掉他也不知道 什么人要晋升也不知道 什么客户要打也不知道 就这个意思 这就是管理 好的管理是通过目标来倒推规划 我要使用什么资源 不好的管理是手里有资源 最后打得很随便 那讲到这儿呢 我再和大家再讲这么一句话 这个是德鲁克先生讲的 就是企业的唯一目标 是超强持续的盈利能力 这是企业存在的最高目标 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样的认识 如果你学完和老师的管理课 回到公司里边 还去讲一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还去把那种虚头巴脑的东西 和这个目标放在一起并列 那你就不要再学管理课了 你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悟性 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 合格的管理者就是要把成果干出来 企业最大的成果就是超强持续的盈利能力 如果你对这个成果觉得不齿 你就试试十个月不给你发工资 一次都不给你发奖金 你看看你什么心情 你看看给你发奖金 你开不开心 给你掌心 你开不开心 所以一切都来源于这 超强持续的盈利能力 没有这个 其他的什么都不要想 好吧 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我们今天的课当然还没讲完 我们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就是拿着这一张纸去把你的工作慢慢的去规划出来 你规划的同时可以问你的老板 你也可以自己先规划 我送给大家这么一张纸 每个月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开端 我这个月的经营型目标是什么 记住经营型目标只有一项 经营型目标只有一项 每个月每周每年每个季度都是经营型目标只有一项 管理型目标可以拆分出非常多的层次 来我们接着来看整个这堂课的第二个知识点 今天我们就不休息了 我们就一口气下来 经营型目标来自于上级 刚刚我们讲的是经营型目标是最高的目标 不能动摇 现在我们再告诉大家一下 经营型目标来自于上级 我们看一个案例 一个同学给我发私信 他说何老师 我是中层管理岗位 经营型目标也不是我这个层级定的 一般都是领导安排一些具体任务 我整理后发现 我的经营型目标怎么都写不出来 讲到这儿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再正式的强调一下 每个层级的经营型目标都是上级定的 每个层级都不能给自己定经营型目标 我们真正要做的是 拿着老板定好的经营型目标去拆分 我怎么完成 我怎么完成 那个就是管理型目标 有同学会说 说老板不给呀 别着急 咱们往后讲 他问我 他说老师啊 不直接生产业绩的部门 经营型目标怎么定 咱们这堂课听到现在 我已经讲了三次直播课了 就定目标这个三次直播课 每次一个小时 这个相当于半天的线下课 大家现在想一想 经营型目标怎么定 不直接生产业绩的部门 人力资源部门能定出来吧 人力资源部门是不是能定出来 经营型目标 财务部门能不能定 能定 我就问我们公司的财务 我说去年产生了哪些业绩 我们财务就讲 去年我们通过什么什么变革 什么什么政策 然后给公司节省了多少成本 给每个员工节省了多少多少成本 这都叫经营型目标和业绩 就这个意思 如果领导也不好定 我该怎么办 咱们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来我们往下看哈 认真的看这一页PPT就这三句话 我先不念了 大家把这三句话认认真真的读下来 你在你自己的家里也好 在办公室也好读下来 最好给我读出声来 20秒钟 每个人的工作成果都有直属上级评价 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不是自己制定目标 而是从直属上级那里拿到目标 就是去领任务 说白了就是你当团长 你问旅长 旅长 这一仗怎么打 或者你问你的师长 师长这一仗怎么打 师长问军长 这一仗怎么打 军长问司令 这一仗怎么打 就这个意思 每个月的第一件事就直接问军长 这一仗怎么打 往哪打 对不对 要怎么干 往哪打 然后具体去打 这个意思 那如果直属上级不给怎么办呢 我们给的建议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向直属上级请示经营型目标 这永远是第一件事 也就是问老板 我这个月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老板不给 或者老板说我也不太清楚 定不下来 你就跟他讲 那我能不能自己定 我自己定了 你得给我授权呢 然后他说 好你自己定去吧 OK 那我自己定了 自己定完之后 千万别直接干 定完之后要找他确认 因为最终你要拿着这个目标 跟他讲 老板你看我干的怎么样 比如老板说 你自己定吧 好 我定了一千万业绩 结果干到了一千二百万 这个特别开心的 就去找老板去了 老板说 你这个什么时候 给自己定了一千两百万呢 我觉得你至少能打到两千万 这不就完了吗 就这个意思 你要跟老板确认出来 定的目标是OK的 因为最终是为了评价 咱们做管理 都是为了拿到一个好的评价 那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好吧 这个理解了吗 我们往下过了 非创收性部门如何设计经营型目标 这一块呢 是个大话题 我只在这跟大家讲一个基本的原则 一个基本的原则 确认了后来也可以不认 别这么说话 这个 这种情况太少了 咱们不能这么消极 咱们还是要积极一点 我相信99%的老板 确认了之后都会认的 个别情况 如果咱们真摊上了 那你就反思一下自己 为什么能摊上这样的人 好不好 我们现在来思考这个问题 经营型目标 非创收性的部门如何设计 对 我讲到这要多讲一点 做管理心态一定要正 因为我们永远是成就别人 成就下属 成就上级 就这个意思 好吧 咱们自己不要有小心思 不要有一些这个负面的东西 还是要相当正面一些 非创收性部门 可以呀 我来给大家一个思路 我来给大家一个思路 咱们先看 管理最基本的定应该拓展为 决定要做的事情 并且通过对资源的有效利用 来完成这些事情 来来来 我们看一下 决定要做的事情 并且通过对资源的有效利用 来完成这些事情 对吧 这个概念 同学没有印象吗 这些概念都不是白讲的 我们讲了一个最重要的词 叫资源 大家现在可以在你的本子上 用最大号的字 把资源两个字写下来 最大号的两个字 把资源两个字写下来 最大号的啊 不要爱惜你的那个破本子 那个本子一点都不值钱 讲义也不值钱 随便写 用最大号的字写 一定要写下来 然后要心里有印象 我们关键是调动资源 使用资源的能力 才是真正的管理能力 什么叫资源呢 我们再解释一下 举个例子 公司历史上年度销售冠军 最高能拿一千万 那今年初呢 上级给我的经营型目标是八千万 目前我的团队一共有五名销售经理 其中三名是新人 所以啊 我算了一下 我这五个人再怎么打 最多能打到五千万 这就不错了 很难打到八千万 所以如果不增加招聘 不给我们的人培训 我肯定完成目标 所以我要要资源 增加招聘和需要培训 这就叫资源 什么叫资源呢 为了达成目标 你需要投入的 这就叫资源 理解了吧 OK 所以公司啊 一个公司的部门 分成什么部门呢 分成两种部门 一个叫创造资源的 一个叫使用资源的 大家看看这个理解 你好不好把公司理解成两类性质的部门 一个叫创造资源的 一个叫使用资源的 来回答我一下 看看这个观点对你会不会有启发 公司的部门分成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是创造资源的 一种类型是使用资源的 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一种新的理解 就以后再看你公司的团队 你发现你的眼光就不一样了 我们来举个例子 人力资源部门 它是创造资源的 还是使用资源的 人力资源部门 它是创造资源的 还是使用资源的 很多人说是创造资源的 有人说是使用资源的 OK 人力资源在招聘的过程中 招来的人 他是创造资源 因为他为公司引入了新的人力资源 对不对 引入了新员工 那我问大家一下 他招聘的时候 用公司的品牌做宣传 算不算使用资源呢 算不算使用资源 他招聘的时候 用公司的品牌做宣传 算不算使用资源也算吧 所以一个公司大部分团队 都是既创造资源又使用资源 公司是一个有机体 没有单纯的非创收性部门 能理解了吗 以后我们看公司的所有的部门 尽量都用一个眼光 想想我在这个部门 能拿到什么资源 以及我能为这个部门提供什么资源 你有这样的思维方式 你就是个高层管理者 你的格局和视野会完全不一样 你在公司内部打交道 你的心态也会完全不一样 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是 既创造资源又使用资源 他都应该是整个公司运转的一环 有同学说豁然开朗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吧 所以创造资源和使用资源 最终这两件事 他一定会闭环到一个目标上 他是一个不停循环的整体 闭环到什么目标上呢 就叫经营型目标上 那怎么做呢 我今年要完成2000万的业绩 大家听一下 我今年要完成2000万的收入 我马上要拆分一下 我公司有多少人力资源 我公司有多少营销资源 公司有多少客户资源 然后你就能知道 每个部门具体要怎么分工了 你就能知道 你的人力资源部门 要提拔多少人 要培训多少人 要招聘多少人 这就叫非创收性部门如何定目标 这一块是个大话题 我们先讲到这儿 好不好 同学们 我就给这么一段 有没有一些启发呀 非创收性部门如何定经营型目标 你要把公司的所有的部门都理解成 创造资源还是使用资源 他在这个目标下 在每一个目标下都有创造资源和使用资源的情况 OK 咱们接着往下走 我们看一下整个这堂课的第三个知识点 管理型目标服务于经营型目标 这个就好理解了 就是经营型目标是不能动摇的 所以管理型目标 它要围绕着经营型目标去做调整 记住永远要调整管理型目标 尽量不要调经营型目标 比如说今天要拜访四到十家新客户 本周要完成一百二十万销售额 什么意思呢 当你的一百二十万销售额完成的时候 你可以拜访四家客户 你就不用拜访十家了 但是当你完成不了一百二十万销售额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拜访十家客户 不要只是拜访四家客户 这个意思 这就叫围绕着经营型目标去调整你的管理型目标 讲到这儿 大家想想 加班 上下班 开会 这些是不是都是管理型目标啊 天天开会 没有业绩 开会有什么用呢 一天会都不开 但业绩特别好 怎么样呢 大家现在在家办公有没有一种体会 发现原来在家办公也可以完成业绩 是不是 做班很多时候是不是就是手段啊 在家办公能把自己管好的人也能完成经营业绩 那不挺好的吗 就这个意思 干嘛要拘泥于形势呢 所以知道吗 这一次疫情下来 会催生一批自由职业者 会催生一批线上办公的企业 就是远程办公的企业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老员工总迟到公司怎么办 我在每次讲管理课呢 都要讨论这个问题 这是最典型的 这是最典型的一个管理问题 很多新任管理者经常是这样想的 说川总 我觉得我那个同事太难管了 我觉得他天天状态也不好 然后我说他他也不听 我就经常会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你这个同事有什么优点啊 你有观察过吗 你有跟他聊过吗 你有问过他 他最想做什么样的工作吗 你有问过他 他完成什么目标最开心吗 你有问过他 他需要什么帮助吗 你有问过他 他每天做什么 他心里清楚吗 你有问过他 他最近家里有什么难事吗 如果都没有 你上来就说人家这样那样的 你总是挑人家的毛病 你怎么当好一个管理者呢 你把一个资源变成了一个废物 经常是这样 就是人永远是一个资源 你要永远看到他可用的那一面 所以老员工总迟到怎么办呢 我告诉大家 很多公司的第一个做法就是 打卡迁到 打卡迁到 大家看看这四个字 打卡迁到 打卡迁到之后 大家知道要产生什么结果吗 打卡迁到 要产生什么结果 由这一件事 是不是就是一个疯狂的石头啊 这一个石头会激起千层浪 对不对 打卡迁到之后 首先 全勤奖是不是 OK 大家公司开始鼓励全勤了 全勤奖可以 那全勤奖 你不管业绩怎么样 都得发全勤奖啊 打卡之后 人力资源就得买一个打卡机吧 打卡机经常出现不好用的情况 哎 我昨天打卡了 怎么没上去啊 好 我们给你查一下数据 OK 开始查数据 哎 我也打卡了 怎么也没上去啊 这个打卡应该记录不错吧 这个打卡机是不是死机了 然后每个月还要再对账 人力资源要根据这个东西算工资 能理解吗 然后 打卡之后 还容易出现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还容易出现的一件事是 上了班 按时了 上了班之后干嘛 不知道 每天早晨按时打卡 打卡之后就开始 上厕所 拿快递 吃早餐 刷朋友圈 逛淘宝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态 早上起来就打卡 也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打卡 因为他早上上班没有意义啊 他就是为了把自己弄到办公室去 大家能懂吗 他还要费电 因为要开工啊 要开灯 他还要用网 能理解吗 所以 真正要管理的是 你的员工早上九点上班要干嘛 不是他要九点上班 能理解吗 你管他九点上班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要管的是他九点上班之后要做什么 能理解了吗 你要管的不是员工九点上班 而是九点上班之后员工要做什么 这句话特别特别重要 明白了吧 所以老员工总迟到怎么办 你问问自己对业绩影响吗 如果对业绩不影响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要老在这些事上较劲 对 很多公司因为没有流程管理 所以员工就算很早去也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大家知道吗 我有一段时间特别怕一个细节 就是我特别怕早晨九点上班 因为我住公司特别近 我就在公司的对面隔着一条马路 下楼就到公司 然后有一段时间呢 我就经常是八九点钟 就是我们基本上是九点左右上班嘛 然后我就经常是九点左右从公司楼下上 我特别怕干嘛呢 特别怕遇到迟到的员工 哎呀特别窘 就是我也真不想管 但是遇到他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打招呼 同学们能理解那个心情吗 我是真不想管 但是我知道他遇见我也难受 我都能看到有些员工看到我了之后呢 走得特别慢 尽量让我先上电梯 我其实都知道他在我后面 还有一些员工迎面走过来 我故意低头看手机转身去咖啡厅 我也尽量不要跟他一起按电梯 你说就差个两三分钟 他上楼了 然后呢 大家知道吗 我也要理解一件事啊 因为我不是神仙呢 我作为老板公司很多事我也管不明白呀 我也不是每个岗位招来了之后都能管得很清楚 不是的 我最重要的是把这个月的经营目标给管到 就是业绩要增长 其他的都不重要 但是很多时候有一些岗位我也管不明白呀 那你说管不明白我还得要求他九点上班 那不完了吗 就这个意思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躲着 能理解了吧 不要什么都管 管理是成本 你的精力有限 咱们接着往下走哈 看看这段话 这是一段很理论的话 但是呢 它特别有价值 管理只对绩效负责 企业的绩效包括效益和效率 就是是不是有收入 以及是不是做收入的成本很低 无论你采用何种管理形式 只要能够产生绩效的 我们认为就是有效的管理 大家重点看那句话哈 只要能够产生绩效的 不是能够产生效率的 因为没有效益是不行的 如果不能产生绩效 我们就认为这个管理形式是无效的 甚至是对资源的浪费 能理解吧 如果不能产生绩效 就会对这个资源的浪费 所以呢 我今天讲这个案例哈 我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 包括我们所有的管理者 包括我们有一些国企 有一些特别特殊的行业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跟同学们 我不是讲不打卡 我倡导的是 比打卡更重要的是 做好日常的流程管理 员工每个时间做什么 要给他安排清楚 然后在此基础之上 打卡是可以的 我可从来没说不打卡哈 同学们可以吗 咱们达成一个共识哈 千万不要说何老师的课上讲 打卡没用 咱不是这么讲的 打卡有用 但打卡不是最重要的 打卡之后做什么 是最重要的 行 咱特别怕这个背负 这么一个包袱哈 特别怕简单理解 最后再强调一下 管理是手段 不是目的 管理是成本 不是成果 现在能明白 什么叫管理是成本了吧 好嘞同学们 咱们呢 整好 六十分钟 一个小时又过去了 咱们看一下这堂课的三个重点 一起来回顾一下 你吸收到任何一个知识点 都是胜利 经营型目标是最高级别的目标 经营型目标来自于上级 不要自己定 要找上级讨论 经营型目标要服从于管理型目标 管理型目标要服从于经营型目标 来我们看一下这堂课的作业 第一步 四步 今天的作业相对复杂 和直属上级请示 未来一个月最重要的一项经营型目标 这一步能清楚吗 同学们给我个回复 和直属上级请示 未来一个月最重要的一项经营型目标 第二步 围绕这项经营型目标 拆分出最多三项管理型目标 围绕经营型目标 拆分出最多三项管理型目标 第三步 将讨论出来的四项目标 一项经营型目标 三项管理型目标 抄送给你的上级确认 第四步 将这四项目标 发送给团队成员 确保每个成员都清楚 大家看看 是不是管理的应用 越来越深入了 我们日常的管理动作 越来越实质了 越来越规范了 大家看看这四步 哪一步能少了 哪一步都少不了啊 尤其是最后一步 你得到了目标 最后员工不知道 那目标不就错了吗 目标不就变成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 员工不知道 我们讲目标的时候 是不是专门讲了 所有人都能看得见的 那才叫目标 对吧 这就是最普遍的 最适用的日常管理动作 从上级那拿目标 拿完目标之后分析 我要做哪些动作 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然后将这些目标 整理成一个清单 告诉自己的员工 就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课上讲的案例 大家可以再回头看一下 经营型目标和管理型目标 大概是怎么分的 现在拿出20秒钟 看一下这个案例 还有另外一个案例 一个是通过总目标 拆除子目标的方式 一个是呢 流程型的目标 每个阶段有重点做什么 倒屏啊 给你一次提问机会 咱们今天的课程 是没有提问的 但是给你一次提问机会 现在你可以提问 我们答疑是在后天 明天是练习的时间 大家现在可以提问 倒屏可以提问 然后倒屏的提问是 销售部的经营型目标 是销售额 人力资源部的经营型目标 是招聘的到岗人数 那其他部门的 比如企划部 运营部 品牌部 行政部 这个问题 我真没办法 在这堂课上给你回答 因为每个公司 具体的部门 它的含义都不一样 比如说你的品牌部 我可以告诉你 你可以把它定成 今年我要做品牌规范 我什么都不做 我只做品牌规范 今年我要解除一项危机公关 今年我要完成品牌部的成立 今年我要完成品牌影响力的拓展 能理解吗 经营型目标 这个真的不是何老师定的 它没有通用的方法 它是由你的上级给你的 上级认为今年最重要的是什么 比我说的要重要 能明白了吧 我只举一个品牌部的例子 运营部 你也可以讲 我今年运营部 是要做客户满意度 还是要做复购率 还是要做用户增长 还是要做渠道建设 还是要做其他的 这都可以 关键是你们公司要什么 不是我给你怎么定 做目标最重要的是跟老板讨论清楚 我们今年要实现的是什么 明白了吧 这个意思 我只能讲到这了 财务部的怎么定 指控部的怎么定 都是一样的 像质量控制部 这种定经营型目标 就是定成本质量 成本和质量 成本和质量怎么定呢 你要看看 你自己最关注的参数是什么 你自己最希望节省的 达到的成本要求是什么 这个意思 还有同学说 这未来一个月 经营型目标 应该需要结合 本年度公司的经营型目标 给出 对吗 当然呀 如果你今年的年度目标 是一千万 然后你这个月定了一个 五百万的目标 那你不就有点冒险吗 如果你今年的目标 是两个亿 你这个月的目标是一百万 那也有点太慢了 就这个意思 还有人说 每个月业务阶段不一样 时多时少 阶段性目标定了 如何拆分阶段性经营目标呢 我们再重新讲一下 定目标 一定要结合你的资源 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讲的 是我们在第二个模块讲的 好吧 邓伟邓总 我们在第二个模块 会讲怎么做工作计划 会专门跟你讲 目标和资源的关系 比如说 我现在是淡季 我现在是旺季 你是能分析出来的 然后很多时候 其实你是怕自己定错 你是特别希望 我给你定 我给你定不了 我如果能给你定 你的公司就是我的了 明白了吧 怎么样 我的回答还算坦诚吧 我在这里要和大家 再强烈的介绍一下 我们后面的四个模块的课程 咱们现在还在丹麦每个模块的课程 但是应该很快会关闭丹麦的通道 我们应该不会再服务单独买一个模块的客户了 以后我们只会去做系统培训 因为管理是系统能力 真的没办法 只讲一件事 只讲一件事 你会永远有问题 所以我们后面的模块 基本上会只做系统培训 就是五个模块一起做 它是一个系统能力 这样其实对大家来说是最好的 所以只报了第一个模块的 如果你已经听了几堂课了 你自己可以反复的琢磨一下 看看何老师是不是有质量能帮到你 如果觉得OK的 尽早做决定 尽早做决定 因为我们的助教也会跟你沟通这件事 可以早一点把这个事定下来 咱们就赶紧的把今年的这个管理能力提升上去 好吧同学们 我今天的课程就到这了 希望大家跟我们的助教好好配合 明天呢 好好的去把这个任务练习做了 非常非常重要四步 如果你是直属上级 你自己就是最高老板 你自己定经营型目标 如果你是老板 你都没有办法定经营型目标 关门 这还做什么公司呢 是不是 开个玩笑啊 你就是怕 你啥也别怕 你自己想要什么 你就说了算 就这个意思 好吧 今天的课就到这了 同学们 周末愉快啊 虽然是疫情期间 大家还是要过一个好周末 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课程见